好,各位先進,大家早安 好,我們就來繼續開會 那我們今天會議的延商議題就是 也是同樣跟昨天一樣,我還是練一遍 延商中央政府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第三次最佳預算案 相關事宜 好,那我們就大家發表意見 那沒有意見,我們就開始從這一本 昨天有先講說什麼 院長,我昨天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一次疫情的真的很嚴重 大家也都很希望趕快吃哪疫苗 當然指揮中心也都很積極的在做這件事 但是啊,但是沒想到到今天到現在為止已有28位往生了 好,昨天晚上我們在這邊報告這裡有27位,現在是28位 我們剛才還在問,現在我們選區啊,施打疫苗啊 幾乎沒有人去 幾乎沒有人去 但是我們也知道要讓台灣離開三級幾届啊 這個疫苗啊 是最最重要的啊 所以在這裡我們是不是想聽聽啊我們衛福部 陳時中,陳指揮官,陳部長啊 把現況啊,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好,解決的方法是什麼啊 這個,我們也,大家也很多很多的國人啊 想要打的人也想要知道這個問題啊 這個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這個陳指揮官給我們來做一個說明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會總召,我們就請陳部長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李氏先生,大家好 那就如同剛才廢委委員所提的 那進來在大規模的施打 那確實這個猝死的人數有達到一定的程度 那剛才廢委員講說是28人 我們現在有接到通報的 確實是25人 那我相信可能還是有一些數字的落差 還沒有報上來的 那整體來講就是說 接種疫苗它還是一個 對於COVID-19的感染 避免重症跟死亡是最有效的方式 那全世界到現在也有數億人也接 至少接種過一劑的疫苗 那且這COVID-19的疫苗的安全性 也正持續被監測中 因過去的經驗顯示 大規模疫苗接種 與安全性的監測時會發現 有部分人在接種疫苗後 發生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的事件 包括死亡 這些事件可能是由接種疫苗所導致 也可能與疫苗無關 可能剛好是一個時序的關係 所以相關的死因都要來調查 那我們現在看看就是說 整體在疫苗在各國施打的一個情況 那在英國 英國大概有接種了將近4000萬人次 包括第一劑第二劑 那整體來講 200萬劑 那總共在他死亡也有5208件 那他沒有區分這個 這個疫苗的廠牌 那死亡的通報率 死亡的通報率是萬分之0.16 那在南韓的經驗裡面 接種的人數超過1300萬人次 那如果是不分這樣的一個廠牌的話 他的死亡的通報率是萬分之 應該是百萬分之27 那接種AZ死亡大概是24% 所以在AZ在南韓的經驗裡面 也是與其他廠牌是相當 那在台灣我們大概110年6月17日 我們大概有 就在70歲 75歲以上的人 已經有接種了23萬人次 那全部大概是131萬2316人 那整體我們在不分年齡 接種AZ疫苗和我國約 死亡的通報約百萬分之20 所以在這裡面 大概跟各國是相較來講 也是相當 他也是相當 那當然竟然因為我們施打的第一步裡面 針對的75歲以上 高年齡的去施打 所以相對的看起來這通報 看起來那數目相對的高 不過以AZ這來比較的話 我們跟世界 其他相對的國家來比較 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數目 大概在那個範圍之內 所以並沒有出現一個危險的訊號 那我國在109年度 人口統計資料75歲以上的人口是143萬3286人 那同年度當然他有一個背景的死亡 大概都一天大概是要有200多例 所以這個背景值的一個參考 也是要持續的來監測 那我國接種75以上的高齡是因為優先 那尤其我們又有一些相關的分流的計畫 所以對於高齡從85歲起 那這些風險又相對的比較高 所以我們總共接種了126萬人次的 Altragenica的疫苗 就是AZ的疫苗 其中23萬人次為75歲以上 那根據我們的疫苗通報事件 不良事件的通報 目前已收到25例 接種AZ疫苗的死亡報告 其中20例發生在75歲以上的長者 那死亡個案絕大多數均為高齡長者 且有慢性疾病 那其中三例經過司法相驗解剖後 初步死因與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病死相關 那截至目前為止 尚未有死亡個案被判定與獄毛相關 那當然這個到現在 這不能用這樣子來做一個結論 因為相關的這些死因 還要經過相關的調查 那這是初步 初步現在收集到的資料 那早上也跟專家開過一次的會議 那來做一個初步的一個判定 那指揮中心將持續監測疫苗接種 獲得不良事件 那偵測安全疑慮並做出因應 同時提醒所有符合目前開放疫苗 順序接種的民眾 能夠依照各縣市政府的說明 接種COVID-19的疫苗 除了保護個人免於離病 更可以建立群體對COVID-19的免疫力 那避免疾病的傳播 那當然我們也會再來研究 是不是要加注一些相關的一些情誉 這樣能夠讓大家能夠更注意 那更容易判斷 那在大規模接種疫苗的初期 大部分的接種對象均為年長者 而且有潛在的 潛在的慢性疾病 這類疫苗接種後通報死亡的案件數 案件數會增加 因此需藉由回顧病例資料 或解剖釐清死因調查這些事件 是否可能與疫苗相關 此外令可藉由持續性自然死亡率的評估 觀察是否有疫苗安全性的疑慮 那以上先做這樣的一個初步報告 敬請大會指教 好 那現在就讓我們委員來 那委員剛才急所 我有做了一個統計 高雯安蔡碧如委員 我就沒有真稱 再來是曾明忠委員 鄭麗雯委員 鄭正前委員 有五個 好 好 這邊先贏 陳教法委員 邱顯智委員 然後再 這個陳 陳一森委員 再 洪孟凱 稍微幫他倒極 我稍微嚇一下 不然現在 我們先請高雯安委員 我 我 那個 我先講一下 這個報告 我覺得過於簡略 那我還是想要請問一下 部長 因為我看到你說你有曾經有三例是有做那個 奧特希 那我在想這樣子的二十五例的死亡病例 這樣子有沒有這樣一個list 可能要把他的第一個就是他的comorbidity 可能要list下來 第二個就是說他曾經是不是吃了什麼藥物 那他時間打 那再來就是說所有的死亡病例是不是都有做奧特希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在前一陣子德國的也有一個報告出來 他當然樣本數非常的少 他說十二個 十二位死亡 德國大概 他沒有講說他打哪一種 不過因為德國大概是BNT 他十二位死亡的病例裡頭就有四位 三分之一是因為 panaembolic的人就是肺酸塞 那 剛好AD他最主要的一個副作用是血酸 血酸這個部分 像我在和平醫院 大概在急診裡頭 我大概一天 大概每一天我家去 我一個禮拜就要去三天 每天大概去都會碰到一個到兩個 他不是那個手指頭偶親 就是腳指頭整個都偶親 我想大概就是一些有一些血酸的一些症狀 所以本習會在這裡非常強烈的建議 因為這個是非常寶貴的一個經驗 我們今天沒有要去指責說打疫苗發生什麼事 但是要有真相才能夠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也可以讓老百姓能夠得到一個釐清 要不然大家會覺得說 現在是不是開始老人家就會害怕不要去打疫苗 而整個衛福部當初要打疫苗 所以我告訴大家有一些comorbidity 譬如說有一些DM hypertension 一些糖尿 一些肝病的這些問題 underlight的這些問題 更需要去強烈建議要打疫苗 因為他可以避免他變成重症或者他死亡 結果還是會有一些不幸的事件發生 不幸的事件發生我們當然會覺得很悲傷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寶貴的一個data 我希望能夠把它作為紀錄 每一例都應該把它list出來 然後完整的optopsie應該是一定要做 我相信部長你不會把它當作是covid-19的一個病患 24小時就把它火化了 那我會強烈要求 這個我覺得那個相對的optopsie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這裡可以表現生命 那第二就是說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專案報告 我覺得今天可以作為會議紀錄 也許過一段時間把所有的我國的一些打 AZ的一些兵發症也能夠有一個專案報告 能夠幫在立法院來作報 其實不是報告給立法院聽 而是告訴國人你打了AZ疫苗 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兵發症 我覺得這個是也是給國民一個健康的一個知識 那也給大家就是說對打疫苗要有一些 如何去打了疫苗之後要去注意的事項 那比如說可能最多的症狀是什麼 像AZ打下來我在和平的第一線 所有的護理人員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頭暈 肌肉痠痛 然後每個人都發燒都需要吃Ponata 我覺得像這種很珍貴的一個經驗跟資料 我相信衛務部一定有很多這樣的一個專家 也很想要知道這樣的一個data 那這個應該是列委紀錄之後 要能夠到立法院來作專案報告 以上報告 好謝謝蔡委員 我們就高宏安委員 好謝謝主席 首先我想先講一下 今天我看到這一份報告其實說真的 並沒有回答到我們就是昨天 包含像是費總召還有各黨團 其實對於我們疫苗施打死亡案例的這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 這一個報告裡面呢 他嘗試著想要用 比如說像是英美南韓的一些死亡率的方式 想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講說 其實台灣現在的接種這個死亡的案例呢 其實這個機率來講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就如同我們剛剛其實蔡委員有提到的 在這樣子一個機率統計的比較之下 我們必須要再站在同樣的基礎 所以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台灣呢 其實有一個問題是在於我們現在的施打的方式 跟我們南韓跟美國跟英國 他們施打的這個方式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施打呢是主要針對的是我們的老年人 所以必須要提醒一下 現在不管是在英美或韓國 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歐洲 他們其實都沒有所謂的這種大量施打老人家之後 這種快速就是說 好多死亡的案例同時的出現 通常呢在國外我們看到目前的案例都比較偏向是年輕人 他在這個TTS血栓 並這個血小板低下的這個狀況會比較容易發生 那同時呢年輕人注射完之後他可能這個案例發生 他可能也是注射完四天之後才會發生 漸漸發生不適的這個副作用 那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老人家死亡的28例 那當然剛剛那個部長提到的是25例 這25例的問題呢 他比較是一個突然性的猝死 那這個我覺得可能也有一個原因是因為AZ疫苗 他過去在做試驗的時候 他並沒有80歲以上華人的這樣的一個試驗的受體 所以可能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才造成了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我們當然是 我們都只是建議啦 其實還是需要部長跟專業的團隊來幫我們回答 我們在想說會不會洗腎或者糖尿病的這個問題 可能慢性病也是一個影響的因素 所以包含像台灣其實洗腎的人數就有超過9萬人 那會不會說這個其實也是另外一個問題是造成 我們現在目前老人家或慢性病患者 他在大量施打後造成的一個結果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我會真的非常非常希望 我們要儘快去做每一個案例的一個數據分析 那包含說他過去的一個病史以及他施打後的一個症狀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趕快釐清 而不是只是告訴我們說 目前如果以整個母體來看 這個接種AZ疫苗後死亡通報率 其實沒有相較其他國家來得高 那我們就這樣子得過且過我覺得不是一個好的態度 第二個是我們現在真的昨天喔 其實協商的時候我們也都有在 這幾間協商都有討論到一個字 疫苗接種的這個受害救濟的部分 那我想那一天其實我們在前面的主決議喔 我們黨團其實有出了兩個主決議是跟 我們疫苗接種的受害救濟 那我這邊可能想要再強調一下是說 因為當時我們都是用類似劍情或研議的方式喔 所以我這邊想要再強調的是說 既然在這一個星期發生了這麼多老人家施打後猝死的狀況 那我相信喔 剛剛其實碧舞姐是講說 碧舞委員講說什麼就是老人家都不太敢去施打 我說真的 如果是年輕人可能也會蠻擔心他們的家長 或是長輩其實去施打他們會發生什麼問題 那我覺得現在既然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產生喔 我們當時的這兩個主決議 可能要麻煩衛福部看一下是不是你們也要承諾 不是說賤寢或研議而已喔 我覺得現在這一個疫苗產生嚴重不良副作用 已經變成是這個社會輿論高度關注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在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的基金還有相關的辦法 等一下可以請衛福部再明確回覆一下 而不是只是當時我們主決議的改成建請或研議 最後一個還是要不好意思主席再給我最後一個時間必須要講一下 因為現在台灣的狀況就是疫苗的多樣性不足 我們只有AZ疫苗然後莫德納的量數非常的少 那最後是國產疫苗現在目前也確實喔 在立法院大家也提出了非常多的疑議 雖然說衛福部始終沒有正面的去回應很多的一些 我們對於國產疫苗審查的狀況 所以呢在疫苗多樣性來講的話還是非常希望 我們的這個衛福部指揮中心 我們在採購的時候還是要考量 因為不同的族群他在接種不同的疫苗 他會有不同的副作用跟安全性的疑慮 所以在疫苗多樣性上還是盡量不能夠只壓保幾個單一的疫苗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也等一下也請部長回應一下喔 因為我們那個國產民董事長其實早上呢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他的臉書了 他裡面有特別寫到說呢這個他在購買這個捐贈疫苗的時候 其實發生了很多的一些環節 他這一次在臉書上面已經明確的寫出來說 在疫苗捐贈上有受到一些就是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有一些拖延的情況 這個還是要請部長喔就是回答一下說 到底現在從6月13號和主管機關開會晚間接獲程部長來電之後 那到底現在目前是還有沒有什麼樣的進度 可以讓國人有多一種BNT疫苗的選擇 以上可能請部長等一下回答謝謝主席 謝謝高委員接下來請曾文莊委員 好謝謝謝謝主席 謝謝部長這樣的一個在要的一個報告 但是我有幾個質疑的問題 第一個他這個報告啊 跟我們主題不太一致 因為我們這兩天是年長者在這兩天裡面 那快速有不管是27或者是您講25個案例 那跟你講的這個舉就其他國家是平均死亡率 我覺得有點文不對題啦 所以我要問部長是其他國家有沒有聯償者打完之後 有猝數的情況 那比例高不高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面對這種情況 你只要把這個係數了一遍怎麼樣去因應 我說萬一再過兩天人數大量增加 過一步怎麼處理 你都你只是把這個現象啊講了一遍 你沒有任何的因應措施 好這是第二點第三點 這兩天外傳說美國要委託我們製造美國的疫苗 是不是有這回事 第四個問題就是上次院會 我已經問過再才有問過 到底我們國內有沒有驗到 驗到印度的這個變種 那個變種的這個這個病毒 或者是越南變種的病毒 這尤其是印度的變種病毒的話 殺傷力非常強 那已經這麼久了 到底有沒有驗到 或者是沒有 或者還在進行 謝謝 陳委員 繼續請鄭立委員 有關於這個AZ施打疫苗 因為我們這是第二波的施打 那麼第一波的施打 其實並沒有像第二波的施打 這麼明顯的猝死死亡率 那麼這一波的施打呢 我們非常高度的比例都是長者 那麼就這一個部分 當然已經引起了民眾的恐慌跟質疑 相信接下來 第一個施打率一定會快速的下降 那麼不只影響國人對施打AZ疫苗的信心 甚至於接下來其他的疫苗 恐怕大家都會非常的擔心害怕 充滿了疑問 所以就這件事情 的確對於台灣施打疫苗是否可以成功 已經是一個關鍵了 如果指揮中心沒有將這個危機 做一個妥善的處理 重建國人對施打疫苗的信心 那麼接下來對我們的防疫工作 其實會造成非常大的一個阻礙 所以第一點就是請指揮中心 不能夠輕忽這件事情的影響力 那麼我看到指揮中心的這個報告 當然也很謝謝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提出這一份報告 但是似乎是說跟國際上比較起來 我覺得這份報告似乎是想告訴我們說 台灣並沒有明顯的特殊的在死亡率上面的 偏高啊或者是這些狀況 好像意思是說 跟國際之前的經驗差不多 所以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做出譬如說暫停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的因應方法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處理方式 恐怕沒有辦法消除國人心中高度的一個疑慮 可能要更積極啊 那這接下來有幾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個部分也是剛剛蔡壁武委員有提出來的 就直接針對這一次長者多數死亡 因為剛剛部長您在最後報告的時候 你也在說你們可能也在考慮喔 是不是要放警語這件事情喔 那因為部長你這一句話 其實我這個是第一個我們非常高度關心的 就是在這次AZ施打之前 為什麼沒有相關的警語 那請問如果有警語的話 它的內容是什麼 無非是你是不是在長期使用某些藥物 或者是你有某種慢性病 或者是你屬於什麼樣子的一個類型的人 你就不適合 或者是你必須考慮是否要來施打疫苗 那這是一個很關鍵的資訊 就好像我們去醫院 你要服用什麼樣的藥物 使用什麼樣的醫材 動什麼樣的手術之前 醫生都會告訴你可能的風險 或者是以你的體質跟狀況適不適合 必須做一個全面的評估喔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基本的SOP動作 為什麼沒有做 所以這個警語的內容是什麼 那這件事情 它的基本的這個 就是說它的 它的 它是based on what kind of scientific reasons 就是說它的基本的科學的理由是什麼 你要告訴大家齁 那麼在這邊 也是大家在質疑的 就我剛剛說的 因為第一波似乎沒有這麼嚴重的一個現象 這一波大家就馬上第一個直覺就是 是不是長者 再加上它有很多的慢性病 那因為施打了疫苗之後 它會出現一些症狀 有些症狀稍微嚴重一點 以它的身體狀況沒有辦法承受 或者是去引發了其它慢性病的效應 所以導致猝死喔 那這一些是不是在事先就可以避免的 那麼如果 這些 這些人 因為我們昨天在討論主決議的時候 其實有好幾個委員提出了類似的主決議 就是希望 其中有一位是林立華委員 我還記得我們討論了很久 就是什麼樣的人適合什麼樣的疫苗 或他適不適合施打疫苗 或者是他有沒有需要停藥或幹嘛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才能夠打疫苗 這些必須講清楚 畢竟指揮中心才是專業啦 那麼 這中間還有連續的問題喔 就是說 那這些人 他不適合打AZ 那他適合打莫德納嗎 那他適合打輝瑞嗎 那他適合打嬌生嗎 那他可以打國產 他可以打其他的疫苗嗎 還是他所有的疫苗 都必須要重新的考慮 所以這一些 恐怕都要給我們一個更完整的答案 那麼就這一次的AZ疫苗 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有些歐洲國家 他出現一例死亡 他就馬上暫停了 再重新評估重新研究 那美國日本最近喔 對我們師出援手 給我們愛心善心的美國跟日本 他是不接種AZ的 那我從這個指揮中心所提供的這個數字裡頭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果然美國的接種後死亡通報率 是明顯的偏低 只有萬分之0.16 其他的都高達萬分之0.3 或萬分之0.2幾接近3 那在這樣一個情形底下 除了因為AZ跟剛剛說的mRNA的疫苗 是不同形態的疫苗 好我剛剛講的 這是不是可以影響不同的施打 那另外還有一個根本的問題喔 就是說 因為現在所有世界的疫苗 都沒有真正的完成 完整的三期試驗 包括最好的BNT 或者是美國莫德納 他在三期都做了其中的試驗 他不像過去我們傳統的 20世紀人類經歷過非常多的流行病 有很多傳統的疫苗 他是累積了幾十年的經驗跟案例 那麼也請教指揮中心專家 是不是因為跟這些疫苗 因為我剛剛說的 除了AZ的副作用比較明顯比較大之外 其實其他的疫苗 即便我們剛剛說最好的輝瑞跟莫德納 什麼叫做最好 就是副作用最低保護力最強嘛 他其實都還是有副作用 都還是會有剛剛說的死亡的病例 那麼是不是因為這些疫苗 在這一次全世界大流行的情況底下 必須透過所謂的緊急授權 我們一直在討論的EUA 才能夠來遏止這個疫情 因為在一定程度的安全度之下 我們就開始全世界去施打了 在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之下 我要講的是說 傳統的疫苗他有了幾十年的經驗之後 我們才做免疫橋接的方法 但現在這一些我們認為最好的疫苗 他都還沒有辦法完成完整的三期試驗 還是有一些風險的存在 那麼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連三期都還沒有開始做 我們二期也只有其中解盲 也沒有完成二期 就要來做免疫橋接 這中間是冒了好多層的風險 這樣子是不是應該讓指揮中心 或者是蔡總統 重新謹慎的考慮 七月底就要讓全民施打 國產疫苗 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不是一個政治計算的問題 所以這些人類不可以用我們的政治操作 去跟大自然作對 或跟科學作對 這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請指揮中心一定要在這邊非常沉痛 也很誠懇的 希望很嚴肅的 重新面對科學給我們的考題 這張考卷我們不能夠不及格 否則我們會付出更多慘痛而寶貴人民的代價 謝謝 謝謝鄭委員 繼續請鄭政辰委員 主席還有所有在場的委員跟官員 大家好 剛剛今天看的那個陳時中部長講的 做了一個報告 我覺得感覺就是要把那個 目前我們擔心的這麼多長者 因為施打疫苗死亡的事情 不管是25或者是28 我覺得他都已經造成整個疫苗猶豫的情況 爆棚的一個情況 那在這個報告當中我們看到的是 村莊部長這邊用了很多 整體接種疫苗之後死亡通報率的數字 要來拜過現在大家民眾感覺到 那個長者死亡率非常高的一個情況 尤其剛剛部長講到一個說 在報告當中講到說 沒有出現危險的訊號 我就覺得這聽起來真的是跟離民眾非常的遠 不曉得這是要卸責甩鍋 還是因為就是 陳時中部長在做這麼多的死亡報告 一路下來的時候 對於老百姓的死亡已經沒有感覺了 所以我剛剛聽到沒有出現危險訊號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有點受不了 那現在這麼多長者死亡的時候 我本身在基層聽到的很多的朋友 他們原本都已經要安排長者去打疫苗 那麼聽到這麼多死亡數字之後 他們馬上縮手了 因為他們說他們沒有辦法去想像 如果他現在帶長長輩去打疫苗之後 後來馬上死掉之後 他下半輩子他要怎麼過 所以我在想說 剛剛部長做這個報告當中 我們當然是感謝做了一個具體的回應 可是我們接下來到底要怎麼做 那麼這麼多死亡的原因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主要的一個分析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要如何去進行接下來的疫苗施打 是不是會有一個很清楚的狀態 那一二人開始在抱怨就說 在這次施打過程之前 好像都沒有任何的警語出現給他們 因為他說之前打流感打什麼疫苗的時候 那都會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說法 是什麼樣的情況不適合打 那這次似乎都沒有 那這樣的情況是不是會造成 大家在這次施打疫苗當中的時候 的一個疏失 那麼在疫苗猶豫的情況 這麼高的情況 突然間升高的情況之下 那麼我們衛福部接下來要怎麼樣去 建立民眾勇於施打疫苗的一個信心 這接下來我們要碰到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這邊也要特別再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之前本來講說 在那個美國要捐贈的75萬劑是Johnson Johnson 那麼現在是不是有要把它改成莫德納 是不是等一下可以請部長做個回應 另外就是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親 費德偉他有特別提到說 現在美國要建立疫苗兵工廠 那麼他也具體提到說 跟台灣這邊確實正在談疫苗代工的一個合作 那台灣是不是能夠變成 美國在建立全球疫苗兵工廠時候的一員 那麼對於這個跟美國在談代工的部分 是不是有更多的細節能夠跟我們做一個報告 因為之前AZ的代工案的時候 已經讓我們台灣錯失了一次 變成全球疫苗生產線當中 代工線當中的一環的一個機會 那麼這一次跟美國在談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很具體能夠掌握 讓台灣在整個全球的疫苗供應當中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積極的一個角色 那麼另外就是說 有一個訊息說 到今年6月底之前 這個月月底之前的時候 美國會有140萬劑的莫德納疫苗到台灣來 那是不是確定是如此 那麼接下來這疫苗進來之後 他要怎麼樣子去安排施打的順序跟適合的人 是不是能夠讓長輩能夠優先施打到莫德納的疫苗 那是不是一個比較適合的做法 我們不曉得 那麼是不是可以請市長部長這邊 具體做一個回應 謝謝 好 謝謝政委員 接下來請陳玉珍委員 主席好大家好 這個我看這個衛福福報告上面寫說 收到這個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的這個 已經有25例的是接種疫苗死亡後的這個報告 那其中有三例 其中有三例是說 初步判定是跟這個無關嘛 三例經過解剖判定 那至於其他的22例呢 我希望這個衛福部盡快 盡快把所有現在有通報的例子 趕快把原因找出來 因為現在的確 經過昨天到今天的這個媒體報導以後 事實上真的已經造成民眾的恐慌 我相信這個施打的這個想要施打的意願是 尤其在長者裡頭一定是大幅降低的 尤其晚輩也會擔心說 是不是能讓長者去接種這樣的疫苗 所以可能為了安定民心 第一個就是說趕快把這些可能的原因 趕快找出來 讓全民知道安定民心 第二個就是說 是不是做一個指引就是說 告訴民眾說 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能不適合來接種這個AZ的疫苗 讓大家就可以自己先做一個篩檢 就是說 我注意看到好像有好多的這個 洗腥的患者好像就是往生 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是我的意思說 是不是你們如果在外國啊 各國已經有的例子 有出現過的情形下 是不是趕快的做出一個指引 讓人民有遵循的方向 然後再說的就是說 那這個疫苗剛開始施打 就造成這樣子 是很令人遺憾 因為這樣會延緩我們 早一點進入這個集體免疫 群體免疫的那個時間 所以我希望這個衛福部這一邊就是 我看到今天早上 這個郭董事長 郭台銘董事長也有說出 他在BNT的這個部分 那他從5月23號到今天 今天是6月18號 這樣子說要購買BNT疫苗 到現在已經快要一個月了 那在我們衛福部的這個 全力齁 全力協助之下 這個時間還拖這麼久齁 我希望衛福部是要真的 政府這邊真的要真心來協助 因為民眾現在對於 施打這個 某一些疫苗當然信心不足 那BNT看起來也是大家 比較有信心齁 真的政府 希望衛福這邊要真的 真心全力來協助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陳焦華委員 謝謝主席 那今天我們看到在施打AZ疫苗 發生高齡施打後 就身體不適或者是死亡 那我剛剛也聽到部長提到 已經有開過專家會議 但是很遺憾 就是並沒有提出因應的對策 所以已經發生這樣的情形 就還是沒有提出因應的對策 顯然我們的這個即時反應過慢 那從今天的這個死亡案件的通報 也看到就是 這是一個長時間的這個 包括英國、美國、南韓 我相信這個是比較長時間的死亡人數的統計 因為這邊也沒有寫清楚 但是台灣所發生的是 施打後 在24小時或者是48小時 就馬上發生的死亡情形 那在過往呢 到底有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我想衛福部 我們的專家也應該要交代清楚 然後趕快提出因應 所謂提出因應 譬如我們在結論裡面都知道 就是現在發生死亡事件的人 就是一些老年人 或者是他們有一些病史 包括慢性病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 那我們疫情中心就要趕快通知 相關的這些人 盡量就先不要去施打疫苗 我想這個 這個反應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 並沒有做 並沒有做 那再來呢 我要提出我們現在 所謂免疫橋接 那免疫橋接在國外的這個 世界衛生組織所開的會議裡面 也有提出 應該要做更多的這個科學的研究 然後呢 也提出就是在免疫方面 在細胞性的免疫 要有更多的這個數據 才能夠去用免疫橋接 做為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沒有做的這個替代 那免疫橋接是很專業沒錯 但是呢 從這個 我們看到的專家 所做出來的決定 免疫橋接 只要做28天的抗體 只要做200個人的試驗 包括AZ 或者是國產疫苗的對照 兩個都做 那我要請問 這些專家 到底是什麼專家呢 我們都知道免疫 有細胞免疫 有抗體免疫 抗體免疫是短暫的 細胞免疫是終生的 所以如果國產疫苗要有效 一定要做終生的 細胞性免疫的實驗 但是在現在國產疫苗的 這個評估療效裡面 也沒有細胞性免疫 所以我才要說 我們現在衛福部所請的專家 到底是哪些專家呢 為什麼 從這個施打疫苗的死亡 到我們未來要評估 這個國產疫苗的這些方法 都出了很大的漏洞 那我今天講的這些漏洞呢 其實國內很多 包括專業包括社會學的學者 都有提出這個報告 所以衛福部不能說不知道啊 終生免疫 所以這個問題呢 部長昨天也沒有辦法來回應 也沒有回應 那第三個就是 我在這個多次提到的 在目前衛福部所提出的 這個緊急授權的這個 EUA的這個審查的內容 只給我們懶人包 只給了我們懶人包 那我今天也帶來了 國外的非常 包括世界衛生組織 包括歐盟 包括美國FDA 他們的EUA的審查 都非常的完整 厚厚的一疊 那為什麼只給我們 兩頁的染人包 那不僅是這個部分 是有很大的問題 那我在這裡也要拜託 我們各政黨的委員 我們一定要了解 現在EUA最大的問題 就是裡面並沒有給予 這個通過國產疫苗 他要做上市許可的法源 裡面沒有法源 你即使通過EUA 他並沒有辦法拿到 這個藥物的許可 所以沒有法源 我們立法院要有責任 因為我們要給他預算 我們要給他錢 他沒有訂定國產疫苗 應該通過之後 要上市許可的 他沒有這個法 那他怎麼能夠依法去製造 怎麼可以去讓國人 來施打這個國產疫苗 甚至他連賣都賣不出去 因為他沒有這個藥物許可 所以今天呢 從這個國人施打AZ 我們高齡長者施打之後 在迅速短時間死亡的這個事件 我們真的是要拜託衛福部 我們要拜託疫情中心 你們的反應真的有問題了 以上 那國的發言請等一下也回答 謝謝 謝謝陳委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會期是到今天 我們今天 所以是不是如果說 稍微大家精簡一下 不要重複這樣 因為還有就是說 大家也知道 因為我們有70案左右 那等一下要第二輪 那第二輪完了以後 他們第四年來還要去整理 你要至少兩三個小時讓他們整理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今天精簡 然後趕快第二輪完啦 其他的程序問題在第二輪之後來處理這樣 先大家報告一下 好現在請邱顯之委員 院長 部長 各位同仁 那剛剛這個部長說 就是 希望去除大家的這個 就是說 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然後 也不要 因為這個事情 而影響了疫苗接種的進度 那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可之贊同 那現在的問題只是在於說 那25例死亡 要怎麼樣去消除 人民的恐懼 那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昨天這個 前疾管局的局長 蘇毅仁 他有提到 就是說 過去他一直在跟疾管署強調就是說 對這樣的接種疫苗死亡的案例 應該要盡情解剖 並且要對外說明 那現在 其實指揮中心有這個權利 本來就是說 對這個疫苗 這個接種之後 通報死亡的案例 去進行解剖 所以他的建議是說 在大規模的接種初期 是不是 這個解剖的人力 一定要被阻 因為 我國的法醫的人數 事實上並不多 那 健保署也應該 在這個協助資料佐證等等 給予指揮中心最大的資源 所以 就這部分的話 等一下 是不是也請部長 可以說明就是說 那現在這25例 那裡面這個報告理論有提到三例去進行這個司法的解剖 那其他的部分要做怎麼樣的處理 因為在最後一頁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報告有提到說 這個因此需要藉由回顧病例資料或解剖 都要去做 解剖 那指揮中心的 這個 就是說 態度是什麼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 死亡之後 因為這個 這個報告裡面 這25例裡面的三例裡面有提到 截至目前為止 除了三例這個是初步判定說是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或慢性病死相關之外 那其他的三位有死亡個案被判定為與疫苗相關 但是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疫苗救濟制度 其實它有分成三個類型 一種就是有相關 有關聯性 一種就是無關聯性 但是中間還有一種叫做無法判定 那在這樣的一個疫情的情勢之下 其實每一個人去接種疫苗的同時 他承擔這樣的風險 但是他也在幫助這個社會 那進一步能夠讓台灣社會能夠 這個早日達成這個群體免疫 來這個 終結這樣的一個疫情的這個狀況 這是一個終結這個疫情 應該是說世界各國來講不二法門 只有這一招而已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應該這個疫苗的救濟 這樣應該要盡量去放寬 然後讓人民可以安心 所以應該說明的有兩點 一點就是說 這些死亡的案例到底 他的死因為何 這個清楚的說明 那當然就是說 是不是應該透過科學的方式去解剖 或是說有什麼其他的方式 可以去了解說到底死因為何 那第二個層次其實應該要去說明的 就是說 如果一旦發生了這樣的不幸的時候 這個疫苗救濟制度 是不是應該要盡可能的去放寬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因為二月的時候 這個衛福部修改了他這個規定 把無關的部分又加進了一項 就是科學實證 醫學實證未支持其關聯性 這一點把它加進去了 那加進去之後 會讓 其實法界其實有很多的討論 就是說你這樣把無關的要件又增加一個 是不是會讓疫苗救濟這個又變得更窄 那所以這個其實也要部長去說明 是說如果我們要早日達成這個群體免疫的話 是不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疫苗救濟制度應該去做放寬 而不是說再增加無關的要件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沒辦法證明無關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醫學實證 沒辦法證明無關的情況之下 那是不是在一個無法確定的範圍之內 人民也是可以得到 這個填補這個損害的補償的 這個基本上在這個制度裡面 也可以清楚的去說明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從這些死因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個人去接種疫苗的時候 他承擔了這個死亡的風險 所以我們實在地上黨團 昨天提出來的許多的案件裡面 包括這個國產疫苗的EUA的標準 以及他審查過程 這其實應該要公開透明 然後這個標準也沒有什麼 不能夠公開的 標準就是一個法規範 它本來就是應該公開 讓人民有可預測性 這是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那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 透過一個公開的程序 美國也是這樣啊 FDA審查過程全部都直播 讓大家了解說 是怎麼樣做出一個決定的 因為你的決定 這些專家的決定 這些機關的決定 這個許可 這個行政處分 影響了層面太大了 影響了每一個決定 要不要去接種疫苗的人的生或死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昨天保留的這一塊 這一塊 有很多的我們很多的提案 這部分應該要重新再來審視 那這樣也可以讓機關 將來國產疫苗 能夠獲得人民支持 然後能夠讓人民能夠更加信賴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步 最後一個就是說 支持國產疫苗 跟大量的採購國際疫苗 這是並行不備的 這是並行不備的 我舉個例子 今天在這個報告裡面提到的 因果接種的狀況 這可能還要繼續詳述 AZ的部分 他有863件死亡事件的通報 莫德納是4件 那到底的原因是說 英國大部分都是接種AZ 可能是這個原因 那莫德納他的死亡案件只有4件 可能是這個 他是接種比較少的 但是你提出了AZ死亡後 這個通報的 這個死亡通報率是百萬分之29 那莫德納有沒有比較少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可以再精細的進一步去看 那其實現在 其實部長也有講過 MRNA的這個疫苗的這個部分 基本上他的保護力是比較強 那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如果說 在窮盡可能的情況之下 應該 一方面發展 國產疫苗這沒有問題 但是一方面 比照世界各國來講 我們買的國際疫苗2000萬劑 其中1000萬是AZ 莫德納只有505萬劑 這個相較其他各國 比起來是比較少的 所以在這個提案裡面有提到 是不是我們應該窮盡可能性 去購買國際的疫苗超買 然後去爭取國際的大廠的代工 因為現在從日本、韓國、泰國、印度 包括越南 都在幫這些國際大廠代工 所以這個是 這個多方壓寶 然後能夠 讓大家可以早日 這個 吃拿疫苗 然後達到群體免疫的不二法門 謝謝 謝謝 區委員 接下來洪孟凱委員 主持謝謝 我想三點直接來說明 第一今天這個報告我希望 衛福部疫情指揮中心這邊 多點同理心 昨天我們看到了 有講到說這兩天猝死的人數 那馬上就提出來說一個數據 也是今天報告的第三頁 第一點就是說我國現況 我國現況 如果說依照本席辦公室拿到資料 跟衛福部這邊網路上公開資料一樣的話 你109年75歲以上死亡人數 九萬五千多人 這是包含十大死因 十大死因裡面有包含癌症 有包含心臟病 腦血管疾病 甚至還有事故傷害 所以難道你說每天有200多人 可能是包含說車禍死亡 或是一般的事故傷害 意外傷害死亡 你都把它算進去 那你告訴我們說 好像把這個數字來告訴國人說 所以不管怎麼樣 一天就有75歲以上的長者 會有那麼多人的離開 我想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因為現在討論的民眾關心的感同身受的 就是AZ疫苗注射施打完畢之後48小時內猝死 當然到目前為止 需要科學證據來間接或直接的指出說 到底有沒有這個關聯性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下這個定論 但是接種AZ疫苗之後48小時內猝死是事實 不要再用如果沒有注射的話 一樣會有一天200多人離開這樣的一個數據 試圖想要營造說這個是不可抗力的 我想這是一個不讓國人沒有同理心的一個說法 而且你這200多人裡面包含事故死亡 車禍死亡 難道意外死亡跟疾病死亡也都一樣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想如同剛剛所有的委員都說 注射疫苗需要專業的判斷跟科學的建議 醫學的建議 也因此衛福部應該要告訴國人 到底哪些族群相對注射風險會比較高 相對風險會比較低 這一些都需要有科學的佐任 都需要警語 請衛福部盡速的要讓國人知道 讓國人的這些家屬親屬也好 能夠來做評估以便更順利的來接種 接種AZ疫苗或是相關的COVID-19的疫苗 第三 今天下午有說24萬劑的莫德納疫苗會進來 陳時中部長也在這兩天也回答說 除了第一線醫護人員以外 如果疫苗足夠的時候 全台孕婦可以盡速的安排施打 那我們想問24萬劑的莫德納疫苗進來 全台孕婦是不是就能夠排在這一波疫苗施打的名單內 因為畢竟過去這段時間大家也都很擔心 尤其孕婦他相對來說也是一個特殊的族群 衛福部應該已經有掌握現在全台孕婦的一個數量 所以請陳時中部長也向我們來做一個說明 是不是這一波24萬劑的莫德納疫苗 能夠把全台孕婦納入範圍之內 以上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 接下來李貴敏委員 好 謝謝院長 我這邊有幾點要請教衛福部的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報告呢 今天我們之所以要求衛福部報告就是希望 在發生了這麼多年長者在施打之後呢 有這個死亡的案例 讓國人能夠了解說他的這個封解性 可是我相信所有人在讀了今天的報告之後呢 都還是不知道要怎麼樣子 這個風險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報告呢 非常非常不負責任 比如說我們講說坊間已經有的訊息呢 AZ的部分呢丹麥它是禁用的 日本呢它也不用 可是我們在這個報告裡面呢 也完全沒有看到我們在坊間收到的這些訊息 是衛福部他做一個主管機關 他評論的實際上面內容是怎麼樣 我們沒有看到 第二個呢 我想請問一下衛福部就是說 到底75歲以上沒有慢性病的人 他是有多少 我覺得人到了一定的年齡之後呢 多多少少他都會有一些的疾病 所以當你在用這個說 因為他有慢性病的原因 然後你的結論是講說 要藉由回顧病例資料跟解剖來釐死因 問題是說 你做了沒有 你今天衛福部今天做了沒有 好你還沒做的話 你多久可以把這些的統計的數字出來 讓大家知道這個到底年長的人他去施打AZ 他是有問題的還是沒有 或者我們再看到這個 古人說這個洛陽紙貴啊 但我看到我們這個衛福部的紙更貴 所以你的這個整個報告裡面呢 如果你把這些的圖表 截取掉之後 其實就是一頁的報告而已 那你在看這個圖表的時候 那你講說AZ 日本人不用 單賣人不用 那到底他的死因接種的情況之下 跟人種有沒有關係 你買這個疫苗呢 你講說你在去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 那你買之前難道你沒有做研究嗎 也就是他對亞洲人的情形 跟對歐洲人的情形 是不是一樣還是不一樣 然後你完全這些的內容呢 你卻沒有study 還是是說你有study 但是你沒有跟大家講 我也希望這個衛福部能夠說明 最後一點就是 雖然他跟今天的未必相關 可是他跟國內非常非常相關 就是我們今天早上看到郭台銘 郭董事長他有提出來的 在他臉書上面發布的一些的訊息 我也想請問一下 這個陳時中陳部長 我不知道他的陳述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但今天給這個陳部長一個機會 他可以釐清就是說 到底民間希望伸手協助 衛福部的態度是表面上面同意 但是不配合 然後持續讓國外國內取得疫苗 越來越慢嗎 還是是怎麼樣子 國產疫苗 就算你今天要用的話 它的產出 它也沒有辦法 支應全台灣所需要的這個產出 有必要這樣做嗎 我覺得這幾點呢 都應該請衛福部 有釐清的 還有在郭董今天的這個訊息裡面 他提到就是說 對於責任的部分的承擔 還是是說這個談判的過程當中 究竟現在民間 不管是企業家也好 或者是宗教團體也好 他願意伸出這個手出來 衛福部的態度 還有他的作業實程 到底是怎麼樣子 那我希望部長能夠一併的說清楚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羅斯盛委員 謝謝部長 還有部長 我相信今天在座每一位 都希望能夠安定人民對於施打疫苗的信心 因為最終台灣能夠度過這個危機 是要群體免疫 能夠達到一定的效果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製造更多的恐慌 讓人民不敢去打 不管是哪一個族群 但是這樣的東西必須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 那剛剛有幾位委員提到說 到底衛福部有沒有做到該公告 做的所謂的指引也好 或者這樣的一個警語也好 那事實上這個基礎很清楚 我自己上網查了一下 衛福部機關署的網站 就很清楚啊 這邊有所謂COVID-19疫苗接種須知 AZ 他的這個接種禁忌注意事項 可能的反應 後面還有一個所謂評估跟意願書 這都有 然後另外呢 我要問部長了 在那個所謂接種站 是不是也有提供這樣的一個須知 給民眾來知道 那另外這邊也有莫德納的 所謂接種的一個指引跟須知 我也想請問一下部長這樣的資訊 是不是也有在網路上公告 那同時在接種站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提供 第二個我想了解就是說 事實上很多人在講說 什麼國外啊 在藥局就可以打啊等等的 可是就我了解 因為我問了一些美國的朋友 他們在藥局裡面打 是只有藥師 在協助打疫苗 可是台灣現在的規定 是不是多一個重要的程序 叫做醫師問診 也就是打疫苗之前 我們比別的國家還做得更嚴謹 也就是要打之前 有醫師問診 問診確定完之後 才會進入下一個階段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程序 那第二個想要問一下 今天大家在談所謂疫苗接種之後 會有所謂可能後遺症 病發甚至死亡的問題 那我想了解一下 是不是正因為這些疫苗拿的都是EUA 不是真正的藥證 那正因為有可能的這些風險存在 所以這些所謂的疫苗的製造公司 他們只跟中央政府談 要賣這些疫苗給政府而已 因為它背後可能涉及到 疫苗施打之後可能產生了法律責任 跟賠償的問題 是不是因為這個因素 才會造成這些藥廠 只跟各國的中央政府來談 那第三個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現在有全世界各種疫苗 現在大家好像覺得AZ很危險 那舉了一些個案 比方說日本不用啊 瑞典不用等等 但是就我自己去了解 跟資料的蒐集 全世界現在簽訂疫苗合約最多的 是不是AZ 還是哪一個 Johnson Johnson還是Moderna 這個數字我想應該是有的 請會不會可以說明一下 那另外一個剛才邱顯治文也提到 其他委員都不斷提到 我們要盡可能去買疫苗 買4千萬劑6千萬劑上一劑 那捷盡所能 窮盡所能 那我想要問我們在場的委員 是不是可以授權衛福部 可以無限量的購買 買到一億都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不要追究責任 另外一個窮盡所能是包括 我們可以用高於市場兩倍三倍的價錢 去買國外的疫苗 只要能夠買得到就好 如果這樣的話 那叫窮盡所能啊 如果我們還要綁他的這個 所謂的很多的限制 不能買太多 買太晚 買太貴 那就不叫窮盡所能 這一點不要給了魏務部這樣的要求 卻又不要給他充分的這樣的一個權力 這是做不到的事情 好 謝謝 好 謝謝盧委員 接下來惠總召 請惠總召 我們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待會兒大家希望聽到陳時中部長的回應 我也跟陳部長說明一下 我們沒有指責的意思 今天純粹是在討論問題 大家之所以關心 我在猜今天確診的人數相對於昨天可能會繼續增加 所以在雙重的恐慌之下 一個是確診死亡的人數居高不下 第二個大家在前幾天都搶著要去打疫苗 也有很多像第二類人第七類人 也是用各種的迷目偷偷的去搶這個人家打 所以換句話說 在確診人數跟死亡人數居高不下的狀況下 很不幸我所猜測也有人講 今天死亡人數會超過500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大家又擔心確診所引發的恐慌 但是又看到打疫苗的三千之內死亡人數那麼多 這個所以在雙重的恐慌之下 我想待會兒指揮官應該要跟大家給我們一個方向 指揮官剛才講說25人 你看看電視的媒體跟報紙 大部分昨天晚上都是定在27人 這個數字當然雖然相對於死亡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訊息你們要掌握得精確一點 如果說確實是媒體報導有誤 也要適度的出來做說明 好不好部長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這個台大 那我昨天看到在台大一位教授說 AZ的疫苗好像沒有對東方人去做實驗 第二個對慢性病或者是糖尿病 起身的人去做過實驗 不知是否為真 如果是的話呢 那適不適合東方人 以及東方人患有剛才我講的三高 或者是心臟病腎臟病起身的人 他們來施打 我想指揮中心的專家 應該要表示很明確的意見 我這還有建議啊 指揮中心的專家們 我們當然覺得他們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尊重 但是我不妨建議啊 指揮中心的專家群 可以多接納一些跟你們平常意見 不一樣的其他的專家 這樣子意見可以中和 也就是我沒有說指揮中心是議員堂 但是聽到很多醫界朋友 也有朝這一方面的一些建議啊 這是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啊我想現階段 國人還是願意施打 國際認證 也就是做過三期期中報告的 中是中間的中 做過期中報告的 這樣子的國際認證的疫苗 不管是美國的FDA 或者是WHO 他們所認證的這些疫苗 我是建議啊加速進口 加速進口 窮盡一切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間的力量 我想新竹科學園區啊 有很多的他們的業者 八大工商團體也都願意來幫助政府 來解決這個問題 陳指揮官我是建議啊 大家來幫忙 並不是在挑戰你們的能力 而是這些團體 希望大家能夠共度國難 讓國家的難關能夠度過 我想心胸把它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許看法就會不太一樣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也許台灣的能力 是大家所羨慕的 八大工商團體 還有宗教界的人士 其實我都覺得這些 他們的力量就是國人的力量 也就是你們的力量 我想我以上三點請教 我想也請指揮官趕快來安定人心吧 好接下來我們就請陳部長 阿中和達戶 中和說明 我們剛才有12位 委員發表的高見 那請陳部長 首先 對大家的一個指教非常的感謝 那也跟大家報告 因為這是 這是一個比較緊急的事件 所以昨天這邊開完委員會 我回去也跟同仁也都討論到一點多 那早上也大概7點就開始來開一個專家的會議 對個案的了解 好那這裡面確實在死亡上面必須要謹慎 所以我剛才指那個是一個有正式通報進來的案例了 那我們對每個個案都去了解 好那必然還是要做一個分析 所以我剛才講就是說 病一再我就強調 現在我們是說 有三個我們知道 基本上關聯比較低了 那其他的還需要再來判定 那在解剖的上面 現在台灣制度裡面 那基本上是鼓勵的 並沒有強迫 那在鼓勵的時候 接受解剖的 我們都會給30萬元 會給30萬元作為一個 當然是一個慰問 那希望能夠參與這個解剖的能夠比較多 然後第二個在有提到很多的在這個相關的一些資料 像它可能有肺酸塞有等等的一些血栓的情況 那當然本身的如果是染疫的也有這樣的可能性的一個增加 那當然打疫苗的在國外 相對都有這些報告 那台灣是相對的低 然後第二個 並不是用國外的資料要來唐塞 因為在國內的資料現在目前確實還少 那所以當然用國外的資料 已經有的資料來看這個相關的一個背景 而不是說用這個資料來跟大家唐塞 當然國內的資料陸續有 我們當然都會陸陸續續的把它公告出來 也會參考專家的一些意見 那在我們大概也有人講說 這裡面大概是這件發生 其實大家比較擔憂就是這些猝死的一些情況 那也因為是猝死 所以這裡面它的原因還需要再多重的分析 我們會很努力的跟專家一起合作 對所有的個案都希望能夠把它釐清 至於在整個疫苗的一個救濟上面 基本上我們不能把它排除的話 那基本上就科學沒有那種科學的證據 能夠去排除它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會盡量都列在我們的一個 等於是疫苗救濟的一個對象 這我們會來重寬的一個認定 然後再過來就有提到就是說 在國內我們提到這個國內的死亡 並不是說只是那個是我們在連續在追蹤看整體 我們都有很多的一些相關分析 那整體的一個死亡情況也列在我們的追蹤裡面 那會是在延續性的來看 是不是有一些我們沒有注意到的一些情形 那用大的來看那樣的一個情況 並不是說我們這個東西就那個東西沒有變 就表示我們這邊沒有 那這邊還是一個個案 但是延續性的分析是有必要的 那相關的指引其實我們都有 比如我們在這裡面當然就一個疫苗接種的一個指引 那裡面它還會包含到一些可能發生的反應 然後到一個醫師裡面的一個判定 那也會有醫院跟醫師的一個簽名 所以相關的可能到現在會隨著新的證據或新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會隨時因應新的情形來跟動這些指引 不過這些相關的指引 在施打疫苗的時候 是會讓病人有看過 那也經過醫師也會相當的一個問診 那才會來施行打疫苗 最後一個回應 顧長 你認為你剛才的說明 可以說服我們現在國人今天繼續打疫苗嗎 你覺得你今天剛才跟大家的說明 我非常尊重 但是你覺得你今天的說明 可以說服現在每一個地方在打疫苗的人數 我剛才問了一下都非常非常的少 你如何來說服國人去打疫苗 或者是你的策略是不是要做什麼調整 當然在一般從以前不管是國內國外 當發生有這樣的一個事故的時候 那一般就會發生我們的所謂的疫苗的猶疑 我們只能提出更多的一些證據 來跟人民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那畢竟在這個裡面整體 我們現在施打的高等於是一個比較年長的 或者就是說裡面我們也針對有洗腎的病人 那全員去做施打 那這些高年齡高風險的 事實上染疫的風險也會比較高 那染疫之後重症的可能性也會高 那打疫苗事實上是可以讓這重症的風險會降低 所以我希望說能夠好好跟國人能夠一步一步的說明 那希望大家能夠不要就是說產生太多的疫苗的猶疑 那不過這每一次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會努力的去溝通 那剛才大家有提到就是說 在民間上面有很多的支持的力量 願意幫助政府 那我們絕對沒有說要拒絕民間的力量 只是在採購上面大家有提到 因為很多最後是要政府來做相關 不管是疫苗的救濟 還有一些相關的免責 這都由政府來承擔 那我們大概就 只要有相關的東西是合於 這種是合格的產品 那我們基本上都會盡量與你來協助 我們這個立場一直都沒有變 那我們會盡量把它做好來 那至於剛剛有很多提到的一些 怎麼樣來建立信心 那還有說我們有沒有這個蓋牌 這都可以鄭重的否認 我們大概對每一個個案 我們都會很清楚的一案一案去分析 但這確實需要一點時間 畢竟這死因的分析是一件很專門 而且需要去分析很多的資料的事情 那至於就是說有很多的專家 那其他的專家 縱使不是在我們專家委員會的 我們本質的態度 我們還是廣納這個雅研 然後任何的建議我們都會虛心的來檢討 把這事情能夠做好是最要緊 那有提到就是說台灣的在做這個序列基因 基因序列的問題 我們曾經有三例的印度變種株在台灣 不過那都在適當的隔離裡面 那在社區裡面並沒有發現 那在社區發現的 到目前到沒有大家提到的印度變種株 那提到免疫 相關的一些免疫僑接的問題 那這是國際現在討論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在國內要採用怎麼樣的EUA 那我們有相關的一些審查的基準 那我們也會把它公告出來 那最後就要看專家的一個決定 我畢竟還是要先那些相關的一些比較 能夠很清楚的出來 我們才能夠來做相關以後的一個判斷 那至於在疫苗代工的部分 我們當然也會去努力 那美國進來因為也基於雙方 有在MOU的一個簽訂 那不過各場裡面也要考慮 就是說它生產的一個布局 不過我們現在對幾個在美國製造的 我們也都很努力的跟他們來談 那還有提到就是說在去年跟AZ來簽 或者說相關 其實在做東方的一個臨床試驗並不多 那像BNT基本上它的打 打在就是在亞洲人的也很少 大概主要就是在香港跟澳門打的也不多 那在實驗上面也沒有針對這邊來做 那AZ的部分我相信也是一樣 但是他們陸陸續續在二期之後 都有做一些其他的不管是年齡層 或是敏感的族群 或嘗試在不同的人種之間做相關的一些試驗 那些陸陸續續都有報告會出來 至於我們去年在簽約的時候 事實上大家都還在這個所謂的一個 二期的一個情況 那也沒有真正的一個三期的報告 所以在購買疫苗事實上在前端的時候 那只能靠著專家對於整個 他的一些發表的論文裡面 去探討他的一個可能性 然後及早做佈局 那台灣當然不是在佈局的最早 或是花了最多的錢 因為那時候在去年那個時候 疫情還算是穩定 所以我們選擇就是說在科學證據 比較稍微比較清楚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知道 沒有辦法等到它的EUA出來 我們再去買 所以都在它EUA出來之前 那根據一些證據 然後選定談判 簽約 那這當然都冒了一些的風險在 那我們也沒有用所謂的一個 倍數的價格去做搶購 那我們現在縱使 現在用倍數價格搶購 那現在也是在國際的現貨 也稍微缺乏 不過我們還是持續跟各大廠 再來談 以後的一個 就是要相關的一些採購 那現在也更重要 積極能夠聯絡 各個本來應該預定要進來的 能夠如期的進來 朝這方向正在努力中 我向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十點五十四 那我們總是要休息個五分鐘 那十一點到十二點只有一個小時 那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還有七十二案要進行第二輪 所以剛才有幾位委員先進有幾首 要進行第二輪 就是第二次的發言 那如果我同意一個 就主席 同意一個 那其他人大家就講 可能到十二點都還沒辦法 所以我跟大家商量 我們不要有第二 就是說如果要有第二輪的發言 不是不行 我們先把這個 這個第二輪把它弄完 要來發言這樣好不好 好 拜託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這樣 就針對這個 來進行第二輪的 我們趕快把它看一遍 好不好 好 那謝謝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看第一案 好 第一案 第一案 第一案有沒有一件 冬結的 冬結十分之一的 反對 反對冬結 普化很多案子都一樣 好 那就保留了 又要併一案 好 繼續保留 第三案 我現在可以處理 剛才跟宇貴林共通過 導述第四 第四行 並列入連入結一宿發掉 第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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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導述第四行 沒有修正通過 不列入連入結一宿發掉就可以 還有 那個發掉 因為市面報告不 這不要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樣可以齁 好 那就修正 修正通過啦 好 文書修正通過 按改書面 改書面 沒關係 好 改書面 我們修正通過 好 請幹第十一案 十一案 這個 第一十一案 我來說 可是我們的案子 你搶著說什麼呢 不是 我剛剛有溝通過 很奇怪 你是 你是國民黨團的總召嗎 沒有 我現在先講說 我剛才跟總召 我來表示意見可以嗎 請 當然可以總召 可以表示這個不必 沒有什麼真實的 好 這一案我們修改一些文字 我們把它改成演藝 好不好 改成 好 好 那就修正通過 好 好 請看第十二案 好 請看第十二案 不是 這樣子 等一下 麻煩民進黨 針對我們的案子 讓我們來說明 好不好 你要幫我做決定的話 我跟你講我們就慢慢討論 燕文吉祥 來 第一案 我們把它併到第四十七案 七十四案 我們一道處理 好不好 併四十七案 七十四 七十四案 併七十四 好 再一起討論 好 第十二案 現在 你現在 我們以下面寫的 對 以下面寫的這為原則 第十二案 我們併到第四十案的時候 一道討論 第十二案 併到 第四十案 第四十案 四十吧 四十四零 四十 OK 好 來 第十三案 好來 那請看第十三案 第十三案 這個是我們謝委員的案子 讓我稍微秒一下 我們併到四百二十案的時候 待會再來處理 好 並四百二十 再處理 好 來 第十六案 第十六案 是 我看齁 是林薇州委的案子 我們併到第七十四案 並七十四案 一起處理 好 第十七案 對啊 第十七案 林薇州委的案子 來 等一下 這是 國培的案子 我們併到第七十九案來處理 好 並七十九案 好 那請看第十八案 這案請我們李貴民委員自己說明 好 李貴民 就那個數字放假而已 麻煩你讓我們來講 沒有我跟他協調好了 他協調好了 他協調好也讓我們來講 好 這個住沒有好說真變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個剛才那個我們有協調過 因為上次主席長表示的就是說 他恐怕沒有辦法確定這個六百億的部分 所以我同意就是說數字化掉了 就是說 移用以前年度 部分移用以前年度剩餘之印之 因為我們希望不要所有東西都用舉債的方式 那實際上面那個所謂的部分呢 就看將來的這個決算的情形 所以我同意把那個數字化掉 六百億的部分數字化掉 好 謝謝 好 好 那我們這個主決議就修正通過 好 我們這個就修正通過 好 謝謝謝謝 好來 請大家看第25案 這個案本事預算沒有關係吧 中學會的 我們可以 現在只是一個主決議嘛 那現在針對在臨時會 在臨時會我們疫情嚴峻的時候 那8月就要公投了 那因為防疫的事情跟這個疫情中心也是有關係 所以在這個部分 OK啦OK啦 好 好 第25案 就通過 好 請看第28案 要保留好不好 好 要說明啊 怎麼昨天沒有時間討論 那今天就要討論 他疫情中心如果有困難 他也要說明為什麼不能執行啊 昨天就是沒有時間討論 對今天才討論啊 那你總照不能一句話保留 對啊 我覺得可以給他一點時間說明 好不好 已經說明10次以上 請簡單 他昨天沒有講 好 簡單說明一下 最近就是說 不希望他的這個發放 是用綁定事業單位 變成是說 只用他事業單位來申請 對啊 所以他也沒辦法接受啊 好 保留 那就保留 那就保留 好 請看第三十七案 林維州委員的第三十七案 林維州委員的第三十七案 林維州委員的三十七案 OK 我們定到第四十案 好不好 好 定四十案 所以十二四十三七是並在一起 因為 對對對 等一下再整理一次好不好 第二十七案 第四十四十案 我要發表一些 我們本黨團的看法 那現在我們就看四十案 我要發表 這個案子 我們也 沉痛的給大家講 普悠瑪也好 泰魯閣也好 都有國家賠償 事實上 你說 我們現在不管講什麼樣的原因 這三加十一的原因 這三加十一的原因呢 還是 還是這個諾富特的原因 政府總要給我們一個說明 這些 萬華這些人 板橋這些人 我們講的大一點 全台灣這些人往生 他們不會 他們也沒有出國死 他們也沒有這個 這個 最近 什麼家人 出國 這樣子的 相關的關係 因為 所有的邊境 都在指揮中心 他們的管制 你總要給大家一個原因 今天不給大家一個原因 就開始亂推 我也不知道是 那些網軍跟指揮中心 有沒有關係 一下子 他們的副指揮官 還是誰 就甩過給這個萬華 他們的市長 昨天有 前天有一個 莫名其妙的 台北市議員 甩過給 雙北 台灣陪雙北來 來 坐牢 講這些都是 魂話 平常講 到現在為止 政府沒有告訴我們 為什麼這些人 會染疫 天上掉下來的嗎 還是地上長出來的 總要給我們一個說法嗎 我也 建議民進黨 這些都是我們的同胞 從選舉裡面 你們的票數比較多 我相信 按照數學的統計 你們的支持者 還比 還比較多 這些人都是人命 如果你們一昧的 去反對 去認為 只要是 在野黨提出來的這些事情 你們就去反對 平常講我們 身為民意代表 尤其是行政官員 對得起這些老百姓嗎 所以 這樣子 不是你們提的 只要在野黨提的 就是通通反對 人心是肉掌的 只要給大家一個 合理的交代 如果說你們願意 面對這個東西 我們也不願意 來投票 大家就 也接受你民進黨 我們大家來做一個 做一個調查 給大國人一個交代 否則一昧的反對 你是反對台灣的老百姓嗎 台灣的老百姓是該死嗎 所以 我在這邊很沉痛的來講 民進黨 慎重的考慮一下 這都是我們的國人 他們 他們都是在台灣 這個這塊地上 出生長大的 他們也都是在這塊土地上工作的 對國家有貢獻 對社會有貢獻 對家庭有貢獻 也都是繳過稅的人 所以我建議民進黨 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好不好 簡單回應就好了 這個問題 我們昨天也討論過 事實上對於這個疫情有死亡 大家都非常不捨 大家今天早上也在這裡講 那 童語心 沒有說民進黨執政就毛路不能 就絕對沒有這種執政黨 那現在討論 假如國賠的話 你剛剛都普通沒有馬 那些都沒有國賠 在SARS的時候 有死亡者死亡 死亡者死亡 餵虎金 餵虎金 今天這個有法語的問題 當然昨天我們為這個問題 當然很深重 因為上午 後來跳 中午三點多的時候 可能跟我們提出案子 就是第一個要調查 要調查報告 第二個 然後呢 要 切者往生者 叫做提出 都有相關機制 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其他當然也不能主張 我們都尊重 好不好 好 那陳理慶雯 院長 各位同仁 我對於剛才民進黨團 說這個裡面有法律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 非常不負責的一個態度 今天在我們的普悠瑪 或者是太魯閣的事件當中 在鐵路法裡面 有這種補償跟未助的法律依據 但是不要忘了 他的立法的原則是什麼地方 立法的原則其實 就是在於我昨天所談過的 在這種法律的上面 必須要是一種無過失的責任 原因是在於就是說 現在由於整個的政府的技術的複雜 在這樣的一個事件上面 要求人民來舉證 政府有過失或者國家有過失 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不只是地位不對等 這個是資訊不對等 這個是武器不對等 在所有都不對等的情況之下 是不可能 在這個時候要求人民來負舉證責任 所以你這個時候要求國家賠償 要人民來負舉證責任 這根本就是一種錯誤 所以我們一再 我個人的看法 我強調我個人的看法 認為這個時候政府要負的是一種 無過失責任 而這個無過失責任是什麼 就像原來在講這個打疫苗 打疫苗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討論過 那政府如果說打疫苗有要害 有要害的話這個東西 政府現在願意全部來負責 為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 這時候不用考 有沒有過失 過失是後面再來代位求償的事情 政府這時候對於人民 就是一個要負責到底的一個態度 我們昨天講過了 防疫是同作戰 我們今天每個人都是防疫作戰裡面的戰士 今天國家怎麼可以在這個防疫失敗 然後不幸確診 在這種情況之下 放棄這個戰士 這樣的一個基本態度是不對的 我想在這裡爭辯 我想等一下各黨負責就好了 我問國民 先保留 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好不好 那就保留 那有關於這個案 因為剛才就是有三個案病在這裡 就一次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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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講的病案的意思就是一次表決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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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大家看41案 我們病到40案 貴敏可以吧 好 第40案 第42案 第42案 我建議我們把它修改一下好不好 好 修改一下 我們也請這個 這是牽制到哪一個部啊 通案 通案 主席總署 這個部會都有 麻煩我們租主席長那邊 你們辛苦一下 把我們的文字做部分的調整 我講一下好了 好 這部分剛才大家發言的時候 我 我跟貴敏還有我們主席長 有過 有過 只是最後講 前面文字不動 最後加一個並一 這個議政法 62條新通過 62條規定辦理 就 真正人所提的 最近通過了 對 我同意啦 原因就是說 62條12 按照 按照 按照我們 李偉的意思 修正後通過 修正通過 院長 45案我們測案 好 好 45案出案 46案我們測案 謝謝 好 謝謝 出案 那就請看74案 對74案 我們發表我們黨團的一些看法 74案剛才是第一案 有的 並過來 好 一起提 這個案子就是 普發一萬塊 去年 發放的紓困 跟 今年發放的紓困 大概涵蓋台灣的 領導的人 大概不到30% 那其他70%以上的人 他們在各種的條件下 在你們 在你們這個 這個行政院定的 各種的條件下 就不符合 可是很多人 很多人 他們是需要這個錢的 他們的受傷 受害的程度 也絕對 不一定是比領導的人 要來的不嚴重 當然這裡面就有人牵涉到 所謂的排富問題 排富問題 我可以我們交給行政院 你們來處理 你走定出來 我們不會有太多意見 當然有人在問 有錢的人 他領了 那怎麼辦 尤其是有人會質疑 我們在立法的人 我們的態度 我在這邊鄭重的聲明 本人跟本人的家人 絕對不會去領這個錢 我相信我們絕大部分的立委 也都是這樣子的態度 所以外界 尤其是民進黨的黨團 我相信你們也會這樣做 所以就不要用這樣子的話 來去說作為你們不做的理由 同島一命 同島一命 這個話不能只是一個口號 是大家真的是要去做的 所以 我們 就算 就算 這一期 2600億裡面 沒有辦法匡列這個預算 我們下面還有啊 我們還有1600億啊 如果說這個疫情 指揮中心控制不了 我跟各位報告 我在猜了 今天確診的數字比昨天還要高 這個 這個如果你壓不下來 台灣不知道 台灣不知道 我們這個三期警戒 要維持到什麼時候 你知道 我們每個人 尤其是選區 有經營選區的立法委 我們收到了多少的 欲哭無淚的這個信函 開補習班的 開幼稚園的 開餐廳的 那些人現在 房租照付 員工的薪水也必須得付一些 都活不下去了 還有很多的人 在家裡照顧小孩 他的打工的時間 就會減少 可是又不符合我們行政院的一些規定 所以我也建議啊 民進黨 這個不是跟黨派問題 按照選票你們比我們多嘛 支持你們的人也比多 所以不要從政黨的角度來看 更麻煩 你們 你們所帶的有一些1450 不要在網路上亂講話 現在台灣有一些 屬於政黨的1450感 是國家現在最可惡的一些人 沒有是非 只看顏色 只看他的組織 在那邊帶風向 在那邊亂說 再一次聲明 如果 普發一萬塊 菲鴻太跟菲鴻太的家人 絕對不會領 如果我們有家人領的話 我就退出政黨 好嗎 好 包括衛福部 或是包括勞動部 到目前為止 包括農業委員會 到目前為止 他們已經趕快支應 在一萬塊到三萬塊之間的 大概出去的人數已經在四五百萬 那如果我們對於普發現金裡面 昨天我們也提到了 包括軍公教 他們的薪水造領 還有包括在科學園區上班的 大概有一兩百萬以上的人 他們也是薪水造領 如果我們以普發原則 又沒有任何其他的 任何條件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自己的預算上面 或是我們的財政紀律 是有很大的影響 那如果未來疫情的發展狀況 會有不同的狀況的話 我相信每一個立法委員代表的名義 會再繼續反映名義下來 這次我們所編列的預算 兩千六百億裡面 除了疫苗疫情的控制之外 還有包括對於企業的紓困 今年企業紓困的對象 跟去年是不一樣的 剛剛總召所提到的 包括有很多夜市攤商 補習班脫育中心 為什麼這次教育部裡面 所提到的相關的部分 也是我們這一次跟去年 完全不一樣的紓困範圍 所以我們認為在有限的兩千六百億的預算裡面 要容納下去的話 應該是採取這樣子的態度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認為普發獻金呢 不太可能獲得全民的共識 謝謝 好 謝謝李委員 鄭委員 我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每次提普發獻金的時候 民進黨都用這個理由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普發獻金 你仔細看國民黨每一個委員 包括我們黨團所提的案子裡面 並沒有要求行政院只普發一萬塊 我們是要求行政院要普發一萬塊 至於其他特殊的相關 不管是行業 族群 他們有特殊的這個衝擊生計上面的 各種的紓困的方案 我們並沒有要排除這些方案 所以這是兩碼子事 所以不要再用這種理由來說明了 包括你很多的譬如說這個照顧價的補貼 剛剛講到的很多的產業 也抽到很多嚴重的衝擊 勞工這些我們都沒有要排除 但是問題就是掛一漏萬 在這個紓困的過程當中 排山倒海而來 各界的民意都是這樣子的一個反應 包括我們昨天一整天的協商 各在野黨從各地所接受到的反應 都是這樣 他沒有辦法精準的投放 他有很多人 他什麼類都不符合 或他根本沒有能力去申請 所以從去年他就被救急沒有被救到 今年他還是被漏掉 然後我們在協助的幫忙的很多的對象 他其實根本不需要國家的紓困 他還是一天到晚接收到國家很多的紓困 那這些我並沒有因為要這樣子因業廢食 所以難免 可是除了要求我們在紓困的政策要更精緻 投放要更精準 要更辯明之外 其實普發現金就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案 否則為什麼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香港 都用普發現金的方法呢 為什麼其他的國家都覺得這是最好的方法 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台灣政府的態度不一樣呢 我們沒有要排除其他的紓困方案 但只有這個紓困方案會使得全民受賄 那在技術上面如果你們決定一定要排富 那也可以排富 我們沒有要堅持 我們要堅持的是普發一萬塊現金 才是即時雨謝謝 好 現在 就是保留表決了啦 好保留 請看第79案 有關於79案 好79 那麼這也是一個基本上 我們國家有既定的制度 昨天政天才委員 他做一個過去長期資深處理國賠案件的政府官員 他也充分的說明了國賠的精神 事實上政府應該要主動 而不是被動的讓老百姓來告 甚至於應該提供相關的協助 所以國家賠償是最後必定要面對的一條路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應該積極主動協助 因為這麼多的受害人 每一個人的家庭狀況不一 有的很弱勢 有的其實家裡其實他的可能社經地位都不錯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就會讓有些人求助無門家破人亡 那有些人他可能自己的能力很好 他可以沒有國家他都可以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所以這樣在政府因為政策的失誤誤判 防疫的不足導致很多人亡死 那你起碼在國家賠償的這個程序上面 應該展現更大的誠意 更大的體諒人民的辛苦的心情 來協助人民 而不是把這些人民當作你的對手 敵人 防範他們 所以在這邊 國民黨特別提出提案 政府應該成立 相關新冠肺炎傷亡國賠的專責小組 來協助國人受到三方身體 性命 財產的損害 應該由國家全權來負責 來做出適當的國家賠償 因為我們之前討論的 都是譬如說傷障的補助 撫恤跟國家賠償 負起責任是不一樣的 謝謝 好 黃氏結尾 好 謝謝 我想這些案子大概 我們都可預期 就是說兩邊的意見不一致 最後就是各自來負責 那我們這邊就是簡單的回應 就是說 關於這一次的疫情 的這一些 不幸的這個 往生的這個事件 昨天我們經過整天 的這個處理 已經有一個各黨的同意的共識 行政院政會組成調查小組 來去做 這個政府在防疫的過程中 有無這些疏失 來做調查 那我想國家賠償的法治 我們不用在這邊再做 這個爭辯 在這個調查疏失 絕對是必要的 在那個結論沒有出來之前 不應該 這個未審先判 直接做出這樣的結論 因為這個後續還有 是否要對 這個相關 有這個疏失的公務員求償 以及呢其他的法律問題 那麼並不是說 這個 組成一個抓責小組 就直接跳過這個調查程序 所以不是認為說一步一步來 好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案子我們就先保留 那將來呢好 試這個調查結果的行程 我們後續再來做相關的處理 好 那國家賠償法 是在民國七十年開始實施 我正好在省府 台灣省政府法規委員會服務 因為當時國家賠償的業務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在台灣省政府來處理 因為人民並不了解法律 所以當時台灣省政府法規會 就是協助我們人民跟工廠 跟所有的政府機關 以當時來講 當時主要就是 這個台灣省公務總局 受理的案子最多 也會有零星其他的案子 譬如說豐元高中的 李唐倒塌事件 這是其中之一 都是政府主動協助人民去協調 去提供法律的意見 甚至既然我們立法院也同意 要成立調查小組 既然要成立調查小組 連協助我們的人民 來提出國家賠償 來協助他們去協調相關的機關 這有什麼需要阻止的呢 連調查小組我們都願意成立了 我們要協助人民去請求國家賠償 更需要啊 所以這個部分啊 國家賠償啊 大家不要擔心 是不是會造成公務聯的責任 因為國家賠償講的是 國家賠償法規定的很明確 除非故意或重大過失 才會求償 一般的過失是不會求償的 我相信 我相信我們的公務人員 不是 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重大過失 我們就認為他是有過失 一般的過失 帶於執行職務 也都是一般的過失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重大過失 也是由這個 這個政府機關來認定的 也不是求 要不要向公務員求償的時候 是政府機關 譬如說假設是衛福部 是要賠償 那衛福部去認定 是不是有重大過失 是政府機關在認定 不是法院在認定 是不是重大過失 因為我們如果不走到訴訟的地 如果我們不走到訴訟的地步 當然就是政府機關來認定 如果走到訴訟的地步 當然是法院來認定 以上謝謝 店長我們這次要保留 保留表決 保留好不好 因為如果再講 好像蠻多位就要講 我們講一分鐘就好了 你講一分鐘 謝謝 第七十九案 如果照剛剛民進黨委員所說的 讓我非常的訝異 已經撕掉了四百多位的人民 竟然還要運用朝野協商去成立行政調閱小組 這個民眾聽得下去嗎 今天七十九案 我們主張要由政府來協助民眾 哪裡有錯呢 人民是靠政府 政府以人民為主 為什麼連這個都要反對呢 協助的立場有錯嗎 所以院長你應該要主持公道 其實九案還要反對 這太離譜了 好請李貴賓委員 謝謝院長 我同樣的你看他的訴求 我覺得民進黨可以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這個提案的訴求是要求行政院 立即成立這個專責小組 他是成立這個專責小組 然後呢幹什麼呢 他可以追究懲處相關施責公務官員 如果他沒有施責他當然就不會有追究的問題啊 你為什麼這麼怕成立一個單位 而且這個單位還是你行政院內部的一個單位 你是要去查清楚到底這一年多以來 究竟對於這些怠惰 有沒有剛才那個天才兄所提到的這一些的重大過失或者是故意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而且這個事情已經這麼多人死亡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不難到一個執政團隊對人民欠一個交代欠一個公道嗎 這個應該是我覺得你要把它保留的話 這真的是匪夷所思 表示你做的事情你自己還不敢負責 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理直氣壯 成立一個專責的小組 去把這個結果出來公告於民 這個應該是一個給你一個釐清的機會才對啊 這個怎麼會有反對的理由呢 以上提供做參考 好 我看這個意見還是不一次啦 那我們就保留 請看261 昨天第一輪漏掉的 那我已經跟那個經濟部有協調過文字的修改 就是最後一段 要求經濟部改成應針對我國以認真之疫苗這樣子 修正 修正 好那就修正通過 261是1對不對 修正通過 劉委員嗎 因為我們昨天也很晚才看到這個部分 那剛好我們今天早上呢 各大報的頭版那邊下面都有一個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這不是經濟部工業局的公務機關喔 他們提了一個聲明啦 因為主決議裡面所提到的是 撤回國產疫苗施打意願調查表 那你說哪一句 哪一句 主決議你第一句話就寫這個啊 主決議 撤回國產疫苗施打意願調查表 因為你如果說因為要讓那個外籍移工啊 他們語言落差上面要多一點跟他們告知 這個我們不反對 但是因為這裡面有強烈的語言表達出來以後 我想這個請這個國民黨尤其是 那你要怎麼修正 你把施打國產疫苗進行 進行表態齁 事實上不是針對國產疫苗嘛 它是針對疫苗調查表 不是針對 只針對國產疫苗 它是只針對國產疫苗 不是啊 它裡面內容寫的是國產疫苗啊 我們得上我們拿到的函啊 說是指國產疫苗跟子弟疫苗 好嗎 你看一下那個廠哥 任何疫苗他們都可以接受 有一個性情的人士跟工業局講好的 你不要把我們把所有的資料都把它攤出來 攤出來你們那個工業局就很難看啊 所以我們這邊並沒有排除國產疫苗 我們現在文字的修正是說我國認證的疫苗 所以你國產疫苗通過我國認證就可以啊 所以如果你只是對主決議的title有意見的話 我建議民進黨團啊 不要再去反對 我跟你講啊 這個故事啊 你要講我就跟這個多講一點 跟工業區有關的一個性情的人士 跟工業局他們就講好了 發給各個工業區 我們昨天也修給你們看 那個發的寒 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 國產疫苗及指定疫苗 不就是這樣子嗎 工業局就是幹了這些爛事 那那個好 我來提個建議好不好 這樣啊把那個撤回那個議員調查表那個化掉 那 國際呢寫我國以認證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跟今天有跟你們討論過嘛 不是啊那你主決議總是要有個title要改成什麼 沒有title喔 要求經濟部吧 因針對我國以認證的疫苗 對 不是經濟部調查 不是經濟部調查 這個經濟部調查 主決議沒有title沒關係 沒有title沒關係 那就把title拿掉啊 好 那就title拿掉就好了 好啦 title拿掉啦 國際改成我國 好不好 對對對 好那這樣就修正通過 好 那下一案也是同一個 內容 那我們也是有那個文字修正 有文字修正 有有 我有文字修正 因為我們昨天已經跟那個經濟部協調 文字修正就是 一句話輕輕帶過之後 把那個罵蔡政府那句話拿掉 然後呢 後面就是要求經濟部工業局 因協調 就你們剛剛說不是經濟工業局 所以因協調廠協會 暫停 巴拉巴拉巴拉 然後後面那兩個也修掉 一週內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 這樣就好了 好另外一個標題也拿掉 就是什麼 好標題拿掉 標題拿掉 後頭什麼內政部那個化掉啦 調查書化掉 好 釐清政治法制法律 法律則要化掉 這樣 好 OK 好那就 261.12修正通過 好 261.13 院長各位同仁 這個一樣啦 那就是說 這個請經濟部在調查的時候 就是一併調查其他的 廠牌的疫苗 這樣 這是正庭的 那個是 應該可以啦 今天喔 剛剛沒有講清楚就是說 他們調查的時候那句話完整的是說 如果有員工不願施打 國產疫苗 或有指定特定疫苗 就算如果你想要把某一種特定的疫苗的話 你不要列進來 因為 到時候他發下來大規模施打的時候 是我們有什麼 就你又打什麼 所以他這是造冊的過程 那這個對或不對 我們暫時不評論 但是你現在 這一個內容跟 他事實上調查的目的是不一樣 他並沒有說 你要打哪一種 然後我只針對你這一種去造冊 他是希望你不要去做選擇 如果你確定你要做選擇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列在這裡面 因為這個是要大規模施打要增加什麼處理的 那個 只是要求那個 我們把問題彈清楚就好了 我們把問題彈清楚就好了 會中心指示 這個都是為了以後 有可能會大規模施打 OK 好 那就通過了 好 好 請看265 你那個提案委員 提案委員 在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今年的疫情比去年嚴重這麼多 我們在這裡等於是幫行政院做解套 去年疫情並不嚴重 花了224億 在整個觀光紓困上面花了這麼多錢 224億 今年疫情這麼嚴重 所有觀光縣市哀嚎片野 旅遊界哀嚎片野 但今年只編166億 我們希望在一個月內 儘快交通部要提出 好 這個真正要擴大補助的相關的這些需求提出來 我們等於幫行政院在做求 我們不了解這個案子為什麼要保留 各位 因為整個行政過程 你很早出現 所以你這個案子 我是不是誠懇 各位拜託 建起演義就好啦 你很難要求說 你一個委員提出來 要擴大 擴大怎麼專案 擴大專案 這真正要預算 這建起演義 他們都是這樣處理 你的演義我們了解 總召齁 這個案子是這樣 他只要提出來 至少大家可以討論 我們沒有說一個月後 你一定要通過怎麼樣 又要時間 建起演義 好不好 一個月可以提出來嗎 應該我覺得不是什麼大問題 建起演義就好了 好吧 音樂也發掉了 那建請提出好吧 建起演義 建請提出 不是啦 你就說演義提出嘛 提出齁 你在提出前面加個演義 我提公公約也提出啦 台灣協會誰什麼都提出啦 這個國家預算已經拼下去 當然後期以後還有 未來還有 現在還有空間 8400億還有空間嘛 對 未來的還在講嘛 所以建起演義 好不好 好 要求改做請演義 好 一個月發掉了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一個月發掉 希望你們一個月還是要提出來 一個月發掉 不然產業還好 一個月發掉 好來 那就修正通過 文字修正通過 好來請看294-1 這這樣子 麻煩這個 把那個我們請 行政部門把文字修改一下 我們就通過 好不好 健勤就好了嘛 好不好 要健勤啦 郵政人員已經都已經 他們都已經受不了了 每一個人都要調整十位 你們總是要 你們總是要 因為他們是 交通部你們去想想 但是我不想要看到健勤兩個字 對啊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可不可以建議一個文字 交通部代表 那我們是希望是改成這個倒數 就是前面那一大段 最後面是交通部 應更有積極作為 然後為維護郵政人員健康安全 連要求交通部研議 那以下都不改 因為 事實上大概我們 後面第二點第三點都已經在做了 對 第一點只有那個待遇的問題 是先是到公務人員待遇 需要行政院 任區局齁 是 好 那我們就文字修正通過 好 好 交通部 那個文字改好 要送到主席台來 好來 請看307案 保留了 好 這個案子我們還是堅持啦 好不好 那就保留 這個 國產疫苗這個 還是要提出相關研發試驗的採購報告 好 跟這個衛環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我們還是堅持凍結好不好 好 那就保 307案 就保留 請看308案 我們病420案的時候再來討論 好 病420 420嘛 病420案 好 請看309案 我們病到334案的時候討論 病334案 好 來 請看310案 好 我們願意修改給書面報告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那 改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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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凍結 用書面報告 好 改組決議 然後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通過 好 再來 311案 這個病到334案來處理 病334案 好 那請看314案 這個病到418案來處理 病418案 好了 請看316案 這個案子 讓我看一下 好 我們病到334案來處理 病334案 好 請看317案 317案 我們病到432案處理 病到432案 好 請看318案 我們病到432案 我們病到432案 也病到432案處理 病432案 好 謝謝 請看 這個 500 這我是第幾案 324 副委員 案 324案 好 請看324案 我想這個案子啊 真的著武用意啊 我們又是給行政院更大的力量 今天在野黨是來支持行政院 給你有更大的力量 趕快去把這些該有的疫苗買進來 我希望民進黨應該要全力支持這個案子才對 我不瞭解為什麼這個案子還要保留到現在 這個 政院長希望給 政院長更大的力量 乃至於 政府和民進一起合作來 解決疫苗 我們都可以看他 但是你覺得 因一個月內 買入 買入四千萬計 這個東西做不到吧 嗯 因為現在這個是 總之好 這個是價高者得啦 好 價高者得嘛 國際商業模式本來就是這樣 好 我想齁 這個東西我們是給你們push啦 那如果說執政黨有意見 我們就訴訟表決嘛 好表決 好 好那320案就保留 一句話簡單就 好啦請看326案 保留啦 這個 麻煩啊 柯總召 尊重一下我們 我們那樣子我們自己來講 可以吧 可以 好 這個樣子我們 並到431案來處理 431 好 好 326案並431案 處理齁 請看332案 我們也並到431案來處理 並431 好 好 那請看334案 334案啊 現在我剛才我講過 現在我剛才我講過 麻煩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不要去 這個 亂講話 大家還是同島一命 千萬不要忘記 好不好 不是 尤其是 尤其是政府這121450 我覺得非常可惡 這樣我們就保留 好 334 好 334案保留 好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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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主席 請政府的1週內 向立法院提出 我國疫苗採購的 進度書面報告 那這個內容 其實包括 預計何時達到 全國 國民免疫七成的覆蓋率 跟注射的時程計畫 還有我們相關的採購進度 跟後續的配套 措施的工作 那我想這個部分 也沒有涉及相關的合約 或者是這個商業機密 我認為這個主席 應該衛福部是不是可以 同意 來 照案執行 因為我們認為這個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你看 沒有看起來 好像 這個 讓大家知道 你什麼時候進來 好 採購進度等等 相關配套措施 因為像現在目前 國產疫苗 到過去的這個 國際的認證 也都還沒有 確認的 其成的手指 相關的進度 我們必須要了解 你要一週內 也能夠公佈 我們是 能夠達到七成覆蓋率 這個 這個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得到 預估嘛 你總是要有一個預估詞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 這個 你要公佈 然後這個 這個 保留好不好 好 那我們一週內 我們時間調整一下 就保留了 好不好 這個也要保留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爭議吧 我們改一個月好不好 一個月 沒有 沒有人有辦法這樣做 你知道 那就保留吧 好 沒有連這個東西 都沒有辦法提供 我真的不曉得 我們所有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 這個疫苗採購調略小組也不進行 然後要到九月份才要成立 才要再繼續來討論 然後相關的 期程進度 我們都沒有辦法掌握 然後現在提一個 相關的書面報告 都不願意提供 我真的不曉得 這樣 這樣到底我們 立法委員的職權 進來我們才能夠確實公佈 好來 你也要到國去打壓吧 好啦 保留 好 那就保留 好 謝謝 那請看337案 一樣吧 這個部分 要不要衛福部回應一下 有沒有辦法做到 針對我們兩款國產疫苗 我協助他們取得世衛組織的認證列入 這個緊急使用清單的部分 那 請於一個月內 公佈相關的採購合約內容 跟後續研發的期程 有困難 我們讓國人有資的權利 我們部長要不要回應一下 還是說 你認為文字上怎麼修正 你們可以接受 協助當然要 但是要列入 事實上是有困難 這還是一個 基本上他們的一個公司的一個 去積極爭取跟辦理 那我們這邊當然 站在國產疫苗的協助上面 那都有需要 我們還經過 我們的一個評估 可以予以協助 但是要協助他進入 那恐怕都有困難 好 保留號 保留號 這樣便案就保留 保留 保留 337保留 請看346案 請看346案 那因為這個 AZ跟莫德納都是CDC向食藥署申請 那現在就是說 到底是 這個 要釋法48條之二 這個緊急授權 他所需要的文件是什麼 那 其實 從這個法條上面的規定 跟 這個衛福部 要求的 其實 不太一致啊 所以 就這部分的話 應該這個 沒有什麼啊 這就是說 到底他匯整之後 這個文件到底是什麼 應該要公開透明嗎 那就提出來說 CDC在幫AZ跟莫德納緊急授權申請的時候 他到底 提出了資料 的總類 總類是什麼 這個應該可以說明嘛 那 因為這是一個 許可是一個處分 那別人來申請的 對啊 那部長是不是 如果是項目 那可以 內部的資料是不行 對對對 我是說 總類 文字改一下吧 文字修正之後 我還有一個疑問 我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 我一個疑問 就是順便問一下 就是說 現在我們 我們現在進口的這些 國外 買的這些疫苗 我們是不是 依據這個藥品茶葉登記 審查準則 疫苗類藥品茶葉登記的18條 我們是不是依據這個18條 在做審查的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回答一下 根據48條車 好 稍微一下 以為 好 當然現在還沒有進到 這些疫苗都還沒有進入所謂的 藥品的茶葉登記的這一環 我們根據48條車 怎麼會沒有 我們現在買的藥品啊 我們現在是在講說 跟AZ跟莫德納跟BNT 我們買到的 這疫苗都是以為的嗎 是依據這個18條的這個法 在做查驗的嗎 我們是做EUA輸入的 我們不是做藥品茶葉登記 取得藥證的 國外的疫苗也是EUA嗎 對 國外的疫苗都EUA 那你EUA沒有這個查驗的這個法 沒有這個法條啊 沒有這個命令 沒有辦法 你要拿出來啊 國際這裡面在這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的時候 都因應這樣的情況 那疫苗是緊急需要 如果等到都取得藥證 可能都是四五年以後的事情 那這樣造成一個傷害非常大 國際都是這樣子做 那當然我們也一樣受到疫情的一個威脅 那當然都要EUA進來嘛 不是啊 部長你現在講的是我們現在買的疫苗 那我們已經有法條就是進口的 這跟EUA沒有關係啊 我們現在輸入製造的疫苗類藥品 申請檢驗風險這個使得銷售 那是藥證的問題 那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那你EUA的這個 那你告訴我你EUA 存證問題好嗎 採用的346案文字修正 到底是修正什麼內容 讓我們知道一下好嗎 346 346 文字什麼修正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威脅 你要講清楚啊 不然現在國人都被打 你進來到底有沒有依照 346文字怎麼修正 要改項目 到底有沒有檢驗啊 現在買進來的東西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去看它的溫度 是要改項目啦 346 要呢 346 那就修正通過 好 好 346修正通過 通過 那請看 抗議 我只是請部長講清楚 請看350 請看350 到底怎麼樣在做這個查驗 請看350 市民報告不要好不好 350是凍結案的 最後一句順便報告可以不要這樣就好了 改主決議 改主決議 不要凍結啦 不要凍結 保留啦 保留啦 保留喔 好 好350保留 請看360 都一個EUA什麼都不用管了嘛 我們立法院怎麼可以這樣子不負責任 如果說你要 我剛才有講就是說我們這個把它走夠以後 你們有 那我要表達抗議啊 先把今天的案我們第二輪把它走完 我剛剛開始的時候有跟他報告 因為 現在快12點 那如果我們下午2點 到開會的話 可是 陳時中部長也不可以什麼東西 就一個EUS 一個專家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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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都這樣子回答 今天 可以接受呢 那個陳江豪委 我來聲援你啦 今天就算無法表決 國民黨下午願意提出下個禮拜一 我們再開臨時會 不要急 不要急 不能說你們說什麼就什麼 不是民進黨 雖然是實證 但是 尊重一下在野黨 到目前為止 大臨時會合理的談話 我跟你講 如果我們就不尊重大臨時會 我們今天就不簽字 今天不簽字 就不會處理 好 不處理 中午國民黨願意 今天下午 我們就提案 下禮拜一再開臨時會 好嗎 冷靜啦冷靜 不要跟我們戴帽子 你也不必 不要跟我們戴帽子 好啦 現在大家合理的談話 你們是不是要講清楚 因為我講的也是跟剛剛的提案相關的問題 至少講過24以上 要不是 講其他的事情 好 來 我們就繼續 很抱歉 很抱歉 來 繼續請看360案 院長我建議 不要催促在野 在野黨是替人民發聲 我們對執政黨 尤其是對院長 我們充分尊重 但是 不要因為拿這個時間關係 不要人民出來講話 也沒有人 誰說下午一定兩點鐘 一定要開會 誰規定的 柯建民說的嗎 民黨說的嗎 現在是大家要收拾 不要 不要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跟我們壓力 我跟你講 不要跟我們壓力 幫人民講話 我跟你講 休息五分鐘 早上都要不要收拾 來 休息五分鐘 早上都要不要休息 休息五分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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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